大事,他老婆五月,会影响今天的高考 现在交通将完全瘫痪 周美人洪水就想填文文 周博文当场泪奔 爸你带了个儿媳妇回来 随着高考越来越近 周博文也慢慢发现 自己家里的那个废材老爸终于有了改变 不再是没日没夜打着电脑游戏 而是主动外出赚钱 甚至免费给学校送菜 让大家看到他周美人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 特别是在高三动员会上 周美人代表学生家长说的一番话 让周博文脸上都有了光 以前的家长会周博文都是让母亲去开 如今周美人的改变确实让所有人影响不到 可就在大家都齐心协力准备高考的时候 老天爷却仿佛不想让这次考试那么简单 突如其来的暴雨洪水淹没了多少学生的家 就在大家以为要有很多学生曾经不了考试的时候 周美人主动联系各位家长 成立了临时救援队 目的就是受灾的学生安全送往考场 而田文文就是其中一位受灾学生 周博文得知后立刻让父亲去帮忙 看着儿子这么着急 周美人心想这就是我以后的儿媳妇吧 在周美人等家长的帮助下 所有考生都安全到达学校 那么你喜欢这部戏吗 欢迎留言评论